哎呀大家快来看哪 这个人连残疾人都饿 你对我最好了 我是个孤儿 是你收留了我 那你帮我一个忙 是你 是你 爸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我们家破产的 小烈 叔叔公司出事了 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啊 你现在都是总裁夫人了 我怎么敢随便麻烦你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你放心吧 我已经拜托他在公司 给你安排了一个工作 你就安心在这干着 你这么快就答应和他结婚了 他对你好吗 我就知道你还是关心我的 他们一家人都对我挺好的 叔叔呢还经常接我上下班呢 那你婆婆呢 早就离婚了呀 哎呀别说我了 我带你去公司看看 好 夫人 你这几天不见 气色越来越好了 夫人 这是您上次要的方案 这是公司新来的小力 这个方案加给你了 呃夫人 那边还有事情需要您过去处理一下 我过去了 又是一个左后门的 我也想靠关系去拿到项目 算了吧 你可抱不到总裁夫人这条大腿 还可以帮我看一下这个吗 不好意思啊我不会 呃那个谁 你把这个文件给客户送下去一下 我吃完泡面就去 客户就在楼下等着呢 行我现在就去 哦对了 午饭时间等电梯太浪费时间了 走楼梯下去 走楼梯 这个是20 你能走后门 不能走楼梯 米卡生日快乐 啊谢谢 我亲手做的杯子 米卡应该会喜欢吧 哎我们拍照照吧 拜拜拜拜 这么多礼物啊 哦这是他们送的生日礼物 我都拿不下了 叔叔一会就过来 小力我得先走了 我公共的车到了 快去吧 这原本是属于我的生日 要是没有我们 不知道在哪要饭 不就是架的好 还有一颗 总裁让我过来拿个文件 夫人那你先忙吧 嗯好 哥哥辛苦了 喝点水吧 哎哎哎 啊哥哥不好意思 我不是故意的啊 不过你长得这么英俊潇洒 应该是不会怪我的吧 这不太好吧 我都这么大把岁数了 谁说你年纪大了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成熟大叔 为了嫁入好门 拼我 小力你干什么 我就是喜欢他这样的成熟大叔 你不会碍于你俩的关系阻止我吧 不是怕你吃贵他就是一个哎呀我知道 他就是一个需要人赔的老哥哥 米卡你作为我最好的闺蜜 应该会支持我去追求幸福的吧 我 只要表示 尊重 小力你怎么在我家 还穿着我的衣服 看不出来吗我要赶你出去 你没搞错吧 这是我家 你发什么疯啊 你一个孤儿男 等我结婚了我就会搬进来 你最好收拾你的东西快过 该管的人是你 这一段时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